歡迎阿卡仔 哈囉 美麗 很久沒見 在IG的朋友都是這樣說 很久沒見阿卡仔 很掛念你們 因為來戚秋彈有歌曲 一定是新歌才跟大家分享 今個星期阿卡就派上這首新歌 叫做愛人如己 其實去年有Fearless 都已經好幾個月了 一年了 整整一年了 我還不想迫你去說話 都成年了 做了年度歌手 沒錯 因為我之前上半年去了拍劇 所以一直都在等 一拍劇回來就立刻錄好它 所以這首歌也是很趕的 其實是趕的 立刻錄完就拿來拍MV 好像上兩個禮拜拍完就立刻 這首歌 雖然說錄可能是一個月就起貨 加上MV 但你收回來或籌備的時候 不止那麼短時間 其實你這麼聰明 半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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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找了書老闆 他幫我去搞這首歌 他幫我收回來的demo 是有好幾隻的 而每一隻他都是用錄音的程度 去幫我錄好demo 在半年前 那個demo 但都很好製成品 亦都可以出門外 對 然後他才選 我心想一下 其實我已經錄完了 他一首demo 可能他用兩天的時間 去幫我處理到好像出門外 他要看我怎樣才知道 哪一個是最適合我 哦 即是本來有幾首歌 被你選擇 是啊 不錯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覺得很感謝書老闆 半年前 他是由我內在開始調整的 因為他跟我說 我跟他說 我現在去到現在這個status 很想讓大家看到 我不是只是 阿卡仔 我是有一種女人味 或者是一些知性的感覺 他就說 其實他跟我錄完demo之後 他就覺得我是一個 不是很懂得擺emotion的人 是 因為很怕emotion 因為他就覺得太厲害了 那個人就會比較藏起來 所以他就要我去讀很多不同的電影 因為我很怕看愛情電影 很怕那些很慘的東西 他就要看我看最慘的東西 去拿回那種情感出來 原來是這樣 但阿卡之前有幾首的個人歌曲 或者是live的時候 唱那種演繹 其實都很放那種情緒出來 都放得很盡 是呀 你說得對 他就是想要我那種隱隱作痛 沒有 即是你錄音的時候就沒有了 會不會就是太久沒有錄音 所以都好像不太記得 應該用什麼情緒去釋放 或者怎樣去拿捏錄音 他說 慘有分很多種 我認識那種慘 其實都比較悲天敏人 例如這首歌給我一個異景 他說異景就像你去到你和男朋友分手 然後你去到北海道自己一個人 揹著背包 剛剛下機 你的心又很痛 很不開心 但又看到景很美 就是這種感覺 有一個意境給你 我想對於Aka來說 意境這件事就容易得到 因為你喜歡畫畫 之前又搞畫戰 對於這首歌 你收到展示 甚至自己製成錄好了 那幅畫 如果真的要畫出來是怎樣的 我覺得真的像油墨的山水畫 你說它是一首K歌 它又不是 它是不是很鎮定 很多顏色 又不是 它好像是一首 山在溶著雪的感覺 蘇老闆說 那個groove 是暗暗的那種groove 好像 剛才說雪山溶著的感覺 我覺得比較難去拿捏的地方 因為要很黏 很黏 很綿 很滅 很軟 很軟 對 這首歌的感覺就是這樣 因為它又好像少少輕鬆 但如果編曲做得更陽光 更輕鬆 可以是一首開心的歌 這個歌詞 或者是鬼鬼的話 變成另一種東西 但現在節奏的情緒 就是要調整到去 原來也挺難拿捏的 其實難 它是收得難 收得難 不能放盡 忍忍作痛 對 全部都要收 我又不太懂 整首歌都是收著收著 忍著忍著去唱 那是否想哭想哭 但只要忍著 不能哭出來那一隻 反而是最難做的 真的 是的 要是鼻子 想哭 鼻子 這裏會有點酸 那個位置 鼻頭酸 酸 錄音的分別 跟其他監製又怎樣 嘩 我真的覺得 是最抽絲剝繭 以及最細節的 所有事情 我很佩服他 他已經沒有睡很多天的時候 但不知為何 他的力氣還是比我多 譬如我已經唱 他說 你唱這個其實已經收貨 我已經覺得好 但你這次不是想去另一個層次嗎 那再錄吧 對呀 又對呀 所以其實 很多時候 你以為自己已經可以了 是真的可以有一個突破 這件事 我覺得這次 給了我的心路歷程很大的 無論是內在的豐富 他在說 要我去看一些 最慘絕人環的愛情電影 聽很多很經典的 不同的歌曲 還有他要我聽很多 不同人的分享 因為我接收的情感 要是他說 最簡單的 你自己可能 你的生活 沒有東西可以感動到你的時候 你要接收外界的東西 去豐富你個人 才可以給觀眾 這是我覺得 現在我每天都要做的功課 如果是記者朋友 聽到這個答案 就會問 Aka的生活很平淡嗎 很沒事發生嗎 是啊 最平淡不過 真的嗎 其實也是 可能注定 這首歌的內容 不是來自自己嗎 MV好像有點啟示 其實這個內容 反而是來自很多我身邊看到的人 亦都是我很久之前 有一段關係 都是這樣的 因為外人如己 就是你用你覺得最好的方法 去放在別人身上 人家是否真的會適合呢 瘦這套呢 我記得曾經有一個男朋友 跟我說過幾件事 那時候我不明白 那時候他就說 唉 為何你每天就是一箱一箱 蘋果送給我 為何你要這樣做 我只是想要一個橙 那當刻的我呢 因為我不明白 我就問他 為何你不吃蘋果 那就是吃蘋果 到現在 我人逐漸大 我才知道 其實一個人 只是想要那件事 哪怕可能是0.1 你給到他已經很滿足了 嗯 你給不適合的話 你給更多 每天供應給他都沒有用 是啊 那你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有想起這些畫面 原來自己也經歷過這個故事 是啊 好笑的 我很久之前就是試過 我就畫過漫畫 我就知道我以前的男朋友 我很喜歡一個漫畫人物 我就畫過漫畫給他 就以為他會很喜歡 他到頭來就說 不如你買這套漫畫給我 我不是要你畫